除了国防部推动战力革新之外 国际间也关注台海局势的发展 尤其面对中国军机绕台 根据国防部统计 近期共军绕台次数最密集的时间 是今年10月1号到4号 短短4天 中国就派出了149架次 侵扰台湾的西南防空识别区 而且很靠近东沙岛领空 防空识别区虽然不同于领空 并没有国际法的限制 但是我国的空军还是有权利 升空警戒 广播驱离 专家认为这是一种 针对台湾战力的消耗战 同时也想搜集台湾空军的 反应速度情报 一连串的大动作侵扰 让台海局势越来越紧绷 也引发国际关注 南岸关系紧绷现况 有没有解放继续带您了解 高度30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 中共军机侵扰台湾周边空域 促使台湾空军多次派击 升空吓阻 广播驱离 中共似乎正在一再地试探 台湾空房的应变速度 在西南空域禁止台湾 给台湾做压力 台湾要飞机要不要升空几回 要 要是不是会造成疲劳战 会不会造成消耗战 都会啊 你的零件 你的油料 你的人员是不是疲劳 我都消耗你啊 你还没打仗就被我消耗了 近期共军进犯到底多平凡 根据国防部统计 10月初阵逢中国十一国庆 中共派出歼16 空6 空警500等各式军机 10月1日起 一连四天进入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 4日单单一天就多达56架次 创下新高纪录 4天下来累计共149架次的扰台 而且逼近东沙岛领空 台湾的西南空域 对于瞬间变成最危险的地区 中山岛非常重要 二控三个海峡 北边是台湾海峡 东边是巴士海峡 南边是南海 中共要出海只有两个海峡 一个是巴士海峡 一个是宫谷海峡 宫谷海峡太复杂了 美国跟日本都在那边 离台湾北部也近 三方面都会给大家干扰 太复杂 那巴士海峡只有台湾 2021年还没结束 但中共军机进入我国空域的天数 已经累计至少有188天 平凡穿梭的区域 落在台湾的防空识别区的西南方 防空识别区呈现五边形 跟领空相比范围比较大 这区块是美军在冷战时期划分的 它不但没有国际法效力 也不属于任何国际组织的监管 这个识别区不是领空 它只是根据某国空防需要 自行设定的一个管制空域 当然外军的飞机进来 你可以派机进行办护 或者提出一些质疑或警告 但你不能干扰它的安全 更何况不能把它挤落 这样的一个活动 由于距离台湾相对比较近 因此对我们的空防会形成压力 这也是一个事实 虽然不受国际法认可的防空识别区 技术上来说不能算是被侵入 但是大动作的军机多次进出 专家认为这已经是发表 强烈的威吓讯息 考虑到目前台海的形势来讲 其实挺严峻的 而且随着中美大国竞争日益计划 那台湾被这个成为 美国的一个棋子或筹码 这样的一个氛围是越来越浓 国际间的专家都评估 立即发生台海战争的风险 其实还是可控的 台海局势紧张 也引发国际间的关注 不只有捷克斯洛伐克 跟立陶宛等国纷纷力挺台湾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 施托腾伯格也公开说明 中国的崛起 对北约安全构成挑战 欧洲国家似乎也感受到 中国的威胁 只与中国隔一道海峡的台湾 更能感受到浓厚的紧张氛围 鉴于中共压迫日益增加 总统蔡英文在接受美国媒体CNN专访时 也不排除提升于北京政府谈话的可能性 你要做军备军赛 你的资本额不够 那你要从缓解上面去看 不要做马前卒 你要掌握主动 你不要去搞对抗 要搞缓和 先立于不败之地 如果我们缓解对立 我们可以两面 两面获利 这边军事的这种威胁减少 我在军事预算上面 可以稍微宽锁一点 经济上可以更够的交流 两岸情势紧绷 台湾持续释出 有保卫自己的十足决心 必战但不未战 台湾眼下更需要的是 拟定更全面可行的计划 要捍卫得来不易的自由跟和平